钱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人类社会里最神奇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一辈子都为了钱在打拼的 但却不知道钱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为什么不知道钱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从小到大学校里就没教过 尤其是9年义务教育 从来就没提过钱这事 钱不是有同货币吗 对啊 那钱是什么 怎么赚钱 这么重要的东西学校为什么不教 还教怎么赚钱啊 必须啊 这生存手段为什么学校不教 就教些开根号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啊 你知道为什么学校不教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阴谋 全世界的学校都不教吗 对 这和我们人类的体制有关系 我们现在人类社会啊 是有20%的人掌握世界上80%的财富 那剩下80%的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劳动人 学校是各个国家统治阶级建立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培养着80%的劳动人 但是也有一些人变成了那20%啊 对 但是根本上他们就是要批量生产 服从性非常高的劳动人 所以不能够教你怎么赚钱 你也不需要知道钱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知道你拼命每天干活去有的吃就可以 这是没有办法的 他不是说你20%人他就是坏 你如果是你20%人 你也要建立这样一个体制 不然的话你上去教所有人怎么赚钱 钱是个什么东西 那所有人就不再听管了 没有人上工厂里工作 没有人去给你盖大楼 所以学校是不可能教你怎么赚钱 学校也不知道怎么赚钱 对 其实老师也不知道 没错 对 你不是教育口人吗 对不对 这所有都已经被洗脑了 在学校里边 我们定点上课 定点放学 定点下课 大家拼命地学习相同的东西 然后最后也考了同样的东西 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所有人产生一种类似军事化的观 最后呢 不上学就能成功 那当然了 因为从我们一出生之后 就规定了必须参加九年义务教育 而这九年义务教育 就是洗脑 把你洗成标准的劳动力 就完事了 过着九年之后 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然你也不可能愿意干什么 你只知道拼命劳动就可以赚钱 怪不得是义务教育 不要钱 不要钱 好东西没有不要钱 没错 我都说好吗 这好不好不重要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这样 这才能维持住我们人类的体制 你要不这样的话 人类体制就崩坏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我们以后专门做视频来讲 好吗 当然学调教不教没关系 我们是可以查到的 按照电源说 钱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存储交换度量价值的这么一个工具 价值 价值这个东西看不见不不着 为了让它变得有形 于是人们创造了一种工具就是钱 把价值装在里面 让你们看得见不得着 就相当于这么个瓶子一样 这里边装的是价值 外边这个瓶它就是钱 因为有了这个瓶 所以你知道这个价值是多少 而且你能抓住它吗 你想给谁就能给谁 不然的话价值你抓不到 那么真正值钱的是里边的价值 外边这个瓶子是不值钱 所以钱本身是不值钱 这个数字和值 对对对 当然了钱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是贝壳 后来变成了金银铜铁 一直到现在变成纸币硬币 或者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串数字 现在又发现出来了比特币 就是一段代码 所以钱可以是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瓶子不一定是塑料表 你可是铁盒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里边装的东西不变 永远都是价值 好 那我们知道钱是什么了 怎么赚钱 就演讲 这是今天的最核心的话题 马云东没敢讲 咱今天就教大家怎么赚钱 其实赚钱有个专门的工具 通常我们认为赚钱的工具就是劳动 用劳动换取报酬 但事实上并不是劳动 赚钱的工具叫做信用 信用 信用越高就代表你越有赚钱的能力 也就代表你可能有更多的财富 而信用越低就代表你赚钱能力越弱 你可能拥有的财富就越少 能带下来更多的款 没错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买相机 你买个相机就是为了实现拍照的功能 那么最终你要从无数的相机中选择一个 比如说你选择了佳能的相机 没有选择索尼的 你为什么选择佳能不选择索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佳能的相机更有信用 对你而言 所以最终让佳能赚到钱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只有佳能的相机有价值 索尼的相机没有价值 而是它对你来说更有信用 我们和别人都要赚钱 那为什么钱能留到我们这儿 必须是我们更有信用的财富 我再给大家举个更明显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去银行贷款 你能不能贷下来款 能贷多少款取决什么 取决你的信用 你跟朋友借钱也是一样 你有信用才能借到钱 你信用值越高 你就借到更多的钱 所以信用是吸引钱来的一个工具 再比如有些人可能用过信用卡 信用卡为什么叫信用卡 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你的信用 那么你用信用卡就不需要花钱 就能买到商品 因为信用就相当于钱 那不也要用钱还吗 没错 但是你并不直接需要用钱去买 用你的信用就可以了 所以信用和价值是同样厉害的东西 当然根据你的信用值不同的话 你的可能消费的额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钱的本质就是信用 虽然我们的劳动可以创造价值 但是这个价值想要换回来钱 必须依靠信用 不是用价值去换钱 而是用信用去换钱 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到 钱的本质是信用 所以他们拼命的劳动去赚钱 最后发现根本赚不到钱 所以明星赚钱是吗 对 所以明星就很容易赚钱 好 既然大家已经理解了钱的本质是信用的话 那么赚钱就比较简单 要赚钱就先赚信用 比如说你创业建了个公司生产产品 如果你是很没有名的人 即使你这个产品很好 你也是卖不出去的 你是赚不到钱的 找明星带货 对 找明星带货就可以 为什么明星能卖出去 你卖不出去呢 就是因为他有信用 消费者相信他不相信你 当然你这个东西确实很好 卖的时间长了 渐渐你变得有信用了 你就自然可以赚到钱 所以大家如果想赚钱 就不应该把你的注意力 全部都集中在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上 而应该更多的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信用上面 因为信用才是你真正赚钱的工具 当然我这么说 大家肯定会觉得说 那产品质量就不重要了吗 如果产品很糟糕了 肯定是不行 因为这损毁你的信用 但是你的产品质量 并不一定要非得比别人高很多 只要达到平均水平 接下来大家拼的就是信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即使你能够生产更好的产品 你也卖不过网红的人 因为网红在消费者心里更有信用 而你没有那么大的信用 当然了这些网红或者近年人 他也不会拿自己的信用开玩笑 所以他们代理的产品 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如果卖东西好的话 这样的话反倒会增加他们自己的信用 如果这样的话大家还不能理解 就给大家举个更直白的例子 比如说传销和直销 传销和直销卖的产品 一般都是非常不知名的产品 也就是没有信用的产品 那么他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卖给你 而且卖个高价呢 就是首先在你面前建立这个产品的信用 跟你说这个产品谁用过了 怎么怎么好 然后建立和你之间的信用 请你吃饭 带你出去玩 这样的话人际关系的信用也有了 产品的信用也有了 你就会买他的产品 哦对 带你赚钱 我想让你赚钱 对啊不都这么说吗 关键根本就不在那个产品大事上 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信用 如果那个东西真是一个平均质量水平的话 我会帮一下朋友啊 没错就是这样 如果他介绍的东西本身是虚假的 就是骗人的话 那就变成诈骗了 诈骗就是一种非法的赚钱手段 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他目的是一样 都是获取你的信用 但是诈骗就是骗取你的信用 而其他合法的赚钱方式就是赚取你的信用 那么如果这样大家还不能理解了 我就给大家举个更加极端一点的例子 因为人和人的交易 其实根源只是信用 没有商品都没关系 比如说啊 大家逢年过节就会烧香拜佛 对不对 你花了个香火钱 是什么 其实就是信用 对不对 佛祖灵的话你就愿意花钱吗 这个妙灵的话你就愿意去花钱吗 你最后换回来什么产品吗 没有任何产品 对不对 你换回来只是佛祖的保佑 一个信用 当然了 你如果去拜好几次 后来发现不太准的话 你就不会再信用 对不对 如果他越来越准的话 你就愿意花更多更多的钱 这就是信用的价值 你如果从今天开始理解了 钱的本质就是信用的话 你再看别人为什么赚钱 就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 为什么我和我老板都在公司里工作 我老板真的要比我多 而且他明显看上去比我轻松 跟劳动的量没有关系 这取决于信用 在你们公司里 他的信用远远高于你 所以他挣得远远比你多 当然了 如果你想提高赚钱的速度 也是有方法的 就是打广告 这也是信用啊 打广告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花钱去买名人的信用 利用他们的信用 快速替你赚钱 打广告这事 完全不能够提高商品的 本身的价值 但却可以让你赚得更多 没听过的牌子是不干嘛 但是如果有一个 你非常喜欢的明星推荐的话 你就会买 如果是他代言的话 对不对 他说好了话 你就会觉得好 对不对 就觉得这个公司 能请这么大牌的明星 这就是信用 这就是为什么 不管多大的公司 多小公司 他们都在拼命打广告 因为这比提高商品质量 把商品的功能翻几番 更容易 而且更有效 你如果不能够理解 赚钱是靠信用的话 你会想 这公司拿这些钱 去提高下他们产品质量不行吗 去发给员工当福利不行吗 其实不行 只能用来打广告 也有一些品牌说 我们没有拿那些钱去打广告 就直接优惠消费者 这也是一种广告 一样的 跟每一个人说 对 所以目前大家能看到 能赚钱的公司 都是在消费者心目当中 信用非常好的公司 比如说苹果一样 为什么要给国粉呢 就是因为苹果公司 有一个良好的信用 所以他下一代的苹果 功能可能没有提升那么多 大家也照样去换 当然你要请名人做广告的话 就要花很多的钱 这个钱要么是你 或者你公司积蓄 要么就是别人的投资 如果是你积蓄的话 你就是用钱换信用 然后用信用再去赚钱 如果是别人的投资 就是你用你这个人 去换取投资客的信任 然后再用他们的钱 去购买信用 再用这个信用 去赚消费者的钱 所以用别人的钱去赚钱 是非常难的 需要你这个人非常有信用 什么样的人有可能 马云 成功学类书经常会提到马云 说马云以前 跟孙正义吃了顿饭 30分钟拿下了十几亿的投资 你以为孙正义投资 是他的计划吗 不是他的计划 是他这个人 他换一个计划 孙正义也照样会投他 而如果换掉马云 孙正义就不会投 所以真正让孙正义花钱的是 是马云的信用 他相信这个人 他相信这个人的计划 和这个人 不 他只是相信这个人 计划总是有用的吧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说只能抓到个平均水平就行 他只是相信这个人 一定能赚到钱 这也就是很多年轻的创业者 容易走到误区的地方 他们觉得 我只要写出一个好计划 让别人一看到 我这个计划能赚钱 就愿意给我投资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他们要相信是你这个人 你以前做过什么 有过什么样的成绩 如果你以前做过很多项目 而且个个都成功 你这次这个计划 他都不用看 他就会交给你做 所以计划本事不重要 如果你从来什么都没做过 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计划 他们只会觉得你是串销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 现在就串销 因为他给你很多好处 和你建立了人和人之间的信用 所以说到底 所有都是为了信用在那里 只要建立了信用 钱就来了 所以他们要先展示自己 用这个事业赚了多少多少钱 对 我开什么样的车 我赚了什么样的豪产 于是你就相信 这个东西能赚到钱 这就是一个信用 然后他就带你出去玩 出去吃 让你觉得你确实是有钱 这些东西不是借来的 于是你就相信了 他们只是说 你要做这个怎么怎么赚钱 然后我就很好奇 你不是应该介绍 你的产品有多好吗 为什么你介绍 你能赚多少钱 对 为什么我买你的东西 还宽宽地赚钱呢 其实就是为了建立一种信用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能赚钱 而你就愿意花钱 所以大家要谨慎 哪一些是真的信用 哪一些是吹嘘出来的 一定要去分开 你想在谁身上赚钱 就在谁身上建立信用就可以 你想追一个女孩子 没错 我们刚才说了 钱的本质是信用 但是信用并不是钱 信用还可以用来赚取爱情 赚取友情 其实恋爱也好 建立友情的过程 就是建立信用的那种过程 所以信用是个无敌的工具 大家应有利用 我以前在公司参加过些人事的工作 有很多刚一进到公司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就特别有报复 有野心 会设计一些计划 希望公司能够执行 说这样的话咱们公司就赚钱 咱们公司应该干什么这个 通常这种计划都不会通过 即使这个计划非常好 原因就是这个年轻人 他没有信用 领导层不会相信他的计划 同样一份计划 如果是公司上层提出来 立刻就会被执行 所以东西本身的价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如果大家有很好的计划 希望有人投资帮你实现的话 首先你需要考虑事情 并不是你这个计划有多么完美 而是你掂了掂了 你自己这个人 在对方的心中有多大的信用 所以大家看得像Facebook的扎克伯格 那么年轻 就建立了这个世界上 这么牛的一个公司 其实大家应该先了解扎克伯格 和他投资商之间的关系 那就没有一个普通的人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运行 或者是我救过一个富豪 也可以啊 你们之间有信用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必须是信用 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一切的根源都是信用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就取定了 就是不断地赚取信用 在公司里如果想升职的话 就赚取你领导的信用 如果你是自己开公司的话 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赚取消费者的信用 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学生 想找一份好工作的话 那你就应该在学校期间的时候 去积累大量的工作经验 和很好的成绩 这些都是你的信用 如果你想创业 拉风险投资的话 那你的注意力 不要过多的放在你的计划本身上 而应该更多的放在 如何建立和投资人之间的信任上 因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 你以前做过什么 你的团队以前实现过什么 只要你能够让他们觉得 你这个人是可信的 你的投资就拿到 还有一点就是信用这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继承和互相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富二代和官二代 他们一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继承了大量的信用 所以他们做一些事情就很容易 不光是后代的 影响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和一个名人是朋友的话 那么我相对来说就更容易发展 是吧 但反过来来说也有坑爹的嘛 所以他应该更多的说 能够增加共同体信用的这样的事情 这跟阿德顿的共同体感觉是一样的 嗯 你努力不坑你吧 最起码也得是不坑的 对不对